哈喽大家好 我是沛沛 欢迎回到车谈聊天室 台湾今年下半年车是真的很热闹 虽然说我们在居家办公 但是每一周都有新车发表 而今天的主角真的很特别 绝对是品味至上的特殊选择 那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就知道 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Jaguar的F-PASS 而相较于国内市占率高的德系豪华车军团 Jaguar比较小众 而且有特定的族群 我们今天分享的小改款F-PASS 正好是复合这样的形象 好啦 那我们直接进入重点 这次小改款的F-PASS 在外形上有经过一定程度的设计调整 我们看整体的外观 其实更加年轻化 更合乎时下新车的感受 以车身板件为例看一下引擎盖 出色的充压技术让线条更优美 跟保时捷MACAN一样 没有接缝的引擎盖 而它的前缘直接连结 头灯 水箱护照 保险感 简约的设计也让整体感更加的出色 要说到细节的话 其实头尾灯也是造就外观上更加现代化的关键 同样是双J型的日行灯排列 虽然看起来没变 但其实内部的比例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在视觉上更加的狭长 尾灯的关键其实也是 不仅内部排列也是重新设计 连它的设计手法都是有故事的 原厂说这是融入赛道设计的样貌 所以看起来更有辨识度 我想问一下两位型男你们觉得呢 嗯有型男怎么了 你自己叫型男好不好意思啊 讲型男你就出现 没有啊 陪陪叫的啊 我是觉得齁 你一直都会讲这些外观的东西啦 当然是不错啦 让我们知道说会改款改哪些东西 可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技术到底做哪些改进 好啦讲外观啦 刚刚陪陪讲的这些 我觉得这会吸引到品味分子的注意 因为这一些改变它都是有故事的 有故事的东西感觉就是比较值得听 对而且你们知道吗 现在还多了另外一个车型喔 它是P250R Dynamic S 它外观上还会有黑化套件 包含了轮框 水箱护罩 外观套件细节都是黑的 我觉得超帅 黑色套件我买单 不过这个车型不能说是多的 只是它好像确实是有改车型的名称 因为它好像原本是叫R Sport S 现在叫R Dynamic S 对对对 但是黑色套件我买单啊 你到底这买单是什么东西 你又不是目标核权 这台车是买品味买英伦风 买个独特性的呢 我买套件啊 你就只买套件 对我就买套件啊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虽然说外观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不过啊 它重点其实在它的内装跟价格 因为它这一次Jaga 其实在内装上下了不少功夫喔 像它的方向盘是全新的设计 快捷操控按键 它也加入了触控的技术 有很直觉的科技感 但我相信你们的视觉重心 一定很容易可以飘到中控台上面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片的萤幕 11.4寸 可能比你的平板还要大 像现代大萤幕啊 不只是趋势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设计 而且它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功能喔 我们就以F-PAS为例好了 新的PV Pro系统啊 其实跟很多车载系统一样 它整合了很多功能 成为车辆资讯的控制核心 而且它在使用上呢 是跟手机相同的操作逻辑 所以用起来很直觉 当然呢除了方向盘 还有萤幕之外啊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内装的部分 因为其实啊 Jaguar在品味细节上 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我一直觉得啦 我觉得讲到内装喔 你刚刚讲到这个萤幕啊 虽然说我是没有平板 不过我看它那个萤幕 那种悬浮式的设计 总觉得跟现在常见那种 加装安卓机好像有点像 的确啦 它确实那块萤幕 看起来整容性是比较差一点 可是我看到的是啊 它里面设计的 不管是图示啊 字型啊 里面各种比例啊 看起来很精致 嗯 对 它的介面有重新设计 我觉得一台车的这个车载系统 它的介面其实真的很重要 喔对喔 刚才是不是有个人讲到 它那个车载系统 是可以OTA更新的耶 对 而且它也可以用遥控的 可以提前预设空调的温度 有吹冷气要先 让车上先冷 对 又是这个问题 一定要提前开冷气 可是我觉得你们讲的都是 表面的部分 你们没有去看到细节 来 艾咪 你手举起来 我看一下 今天 有戴手表吗 国王的手表吗 没有 我有戴 只是我戴的是星辰啦 哦 你没有玩名表嘛 抱歉 对不起 那个基娜 你知道什么是板球吗 我有打雨球啦 没打过板球 你现在是有名表 然后又有在打板球 是不是 都没有 可是因为我刚刚看了发表会 我知道Jaguar这次在内装上 有一些细节的处理 包含它的旋钮上 它是说灵感来自于 名表的表框上面的雕刻设计 对 所以它那个有一些细节 然后再来啊 刚刚我讲板球嘛 它的排档头上面的车缝线 概念是来自于 英国绅士运动板球 哦 所以他们现在 不用旋钮了嘛 对不对 还是改用排档头了嘛 不要那个旋钮 真的是不错啦 因为以前那个旋钮 反应还是慢慢拍 而且现在这个排档头 它小以外 它还是电子线传释的 那个反应一定是 比以前的好太多了 诶诶 我觉得啊 除了它风格很特别之外 其实它的内装配备 也跟德系车一样 平起平坐 甚至有点小超越了 嗯 不过啊 我跟你讲 我们不懂这些啦 我们比较俗气 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 价格的部分 哦 那价格就来告诉大家啦 FPS呢 不只升级 它也降价 那首先呢 P250S 它是278万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 P250R Dynamic S 290万 就是有黑色套件那个嘛 那你可以帮我问一下 黑色套件卖多少钱吗 就那个套件的部分 你真的就是要套件 对 我就买那个套件回来放嘛 可以嘛 动力的部分 我来考考你 因为其实动力呢 跟之前是维持一样的动力 哼 你想考我 我跟你讲啦 一路影之前我都是有做功课的 如果说没有变的话 一样2.0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然后动力 最大动力是250匹 扭力是37.2公斤米 两个车型都是一样的 哇 我给你拍手一下 不到了吧 如果有做功课才录影的啦 那讲到这边 我们观众朋友也喜欢这台 很有品味的车 你是不是那个很有品味的人 然后你都平常都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欢迎告诉我 我是那个很有品味的人啊 我不会这样讲 我会讲说 我有我自己的品味 我没有要问你们两个 我要问观众啦 你是我们讲的那个族群吗 你喜欢Jagra吗 或者是你喜欢哪一台车 欢迎大家在底下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 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8891汽车 把你的小铃铛打开 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上片资讯咯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